来上课咯 今天的课表是自行车上巴林铁塔 这个活动是由Leap Cycling Club举办的拉拉山圣诞约旗 一早由各地汇集而来的Leap车主 集结在脚板山公园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约旗活动 赶紧仔细听听情线说明 工作团队先发给我们这次约旗的头戴 细心的告诉我们 绑蓝色的是工作人员 骑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寻求协助 今天参加的人数将近有70人 借由活动头戴可以辨别是否为同团的 光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主办单位的用心 尤其对我这个新手来说 本来很担心单枪匹马参加活动会被遗忘 但四个多小时近40公里的骑程 浓浓感受到工作人员的协助 或是共骑女孩们彼此的加油打气 超级喜欢这个约旗的气氛 出发的地点是脚板山公园 中点在巴林铁塔 中间会停有几个补给点 这一年很少骑车 更很少外骑山路 就算是在台北骑车 几乎也都是开车到定点 然后骑完车在原点上车回家 很羡慕骑车体力好的人 可以从家里骑车到集合点 跟大家骑完后 还能有充裕的体力在骑车回家 今天勇敢跨出外线式骑车 最主要就是因为活动有安排保姆车 想想将近八九台保姆车的安排 再加上捷安特随行的工作人员和支援团队 让这一团女生们骑得尽兴又安心 今天参加约旗也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若是问我跑步要穿什么设备 虽不敢说自己是专家 但好歹也跑了好几年 知道怎么先求帅再求快 但若是问到我骑车的装备 我可就真的是门外汉 一来没有天气能骑车的经验 也几乎没有雨天骑车的装备 今天好在天空作美没有下雨 气温也比预期来得高些 跟着一群女孩们骑车 也算是见习大家冬天骑车的装备 不得不说 女孩们绑上粉红色的头戴 穿梭在拉拉山里 就已经是最美的风景 今天骑车的路线 原来先前来爬山时有走过 只是以前都是开车到登山口 今天用自行车的速度 才能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 我觉得前面的路程都还能应付 但后面的四公里爬坡 就跟马拉松一样 没练就是没有 中间停下来几次 让自己的大腿和心跳休息一下 很多女车友好厉害 还能一鼓作气骑上巴林铁塔 大家将车上架保姆车后 就在上巴林用餐 约骑的佩奇老师 还细心的为大家准备圣诞帽 今天骑车赚到一堆美景美照 还带回满满的圣诞回忆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下回见